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长沙毛泽东同像半夜被一伙黑衣人强行拆走 台湾如何赢得从胡佛研究所归还蒋介石日记的战斗 民调显示警报 拜登很可能败给川普 请大家收看 长沙毛泽东同像被拆惹役 星岛日报 今年是中共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各地不少毛粉集资筹建毛像 不过 继八月山东谈成汉白玉毛像在落成前被盗后 左派红歌会网左发文指 湖南长沙一尊同样由村民集资树立的毛主席同像 前日四日半夜被一伙黑衣人带大型吊车强行拆走 事件引发毛粉不满 但也有网民认为 根据规定立项需当局事先审批 原毛泽东旗帜网主编傅新宇 昨日在红歌会网发文 交代长沙深夜强拆毛主席雕像的大致经过 他说 涉事的铜像树立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关镇花石村 由该村委会牵头 村民自发集资 今年八月 铜像由货柜车从贵州铜人运至长沙时 高速公路附近还举行了盛大迎接仪式 今年10月1日 该村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典礼 所在的广场命名为伟人广场 根据规定立项需事先审批 不过傅新宇称 铜像树立不到一个月 就传出要被拆除的消息 11月2日晚 有一伙黑衣人要对毛主席铜像下手 被村民们赶走了 11月3日 那伙人又扬言要强拆毛主席铜像 村民们就在广场边上搭起了棚子 用打麻将的方式消遣时间保卫毛主席铜像 傅新宇说 11月4日凌晨40半左右 那伙人带大型吊车等工具 不顾保卫毛主席铜像群众的阻挡 悍然将毛主席铜像拆走了 三米多高的基座土崩瓦解 废墟一片 连伟人广场几个字也同时被销毁 据说有一个人睡在铜像前被强行拉开 11月4日下午 广场现场只见几个工人在修复那片被毁灭了地板砖 事件引发热议 有网民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称 前几年刚刚通过英列保护法 无故拆走毛主席像是违法 另有微博网民质疑 移除伟人像这是谁指使的 不过有网民认为 树立铜像是需要申报审批 不是哪个级别都能自己想见就见 今年8月 山东檀城县一座四米多高的毛泽东汉白玉雕像 在洛城典礼举行前夕 移遭地方部门以为批准未由没收 引发毛粉及左派网民的强烈不满 该像由民众集资建造 以经验毛袋130周年 9月底 该雕像在斯奇小院重立 不允许摆放于公共场所 据了解 文革期间 全国建造上千座巨型毛泽东塑像 文革结束后 不少毛像被拆除 不过 近年民间见毛像之风 有重新兴起之势 特朗普在2024年的民意调查中领先 因对战争和经济的担忧 损害了拜登的声誉 金融时报 纽约时报、西耶纳和CBS新闻 进行的两项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2024年 选举的关键摇摆周中 落后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这些调查表明 对经济的担忧 以及民主党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上的分裂 正在对拜登的连任前景 产生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 选民更信任特朗普 而不是拜登处理经济问题 而拜登未能像特朗普那样 赢得民主党人的支持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进一步分裂了民主党 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 与总统产生了分歧 民主党在五个摇摆周中 拜登落后特朗普 参议员表示 他们面临艰巨任务 未报 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 布鲁门萨尔周日表示 该党在新的民意调查中显示 总统巧 拜登在六个摇摆周中 有五个落后于唐纳德 特朗普 因此我们面临艰巨的任务 这项由纽约时报 和西安纳学院进行的调查 对六个争夺州的选民进行了调查 距离2024年总统选举 还有365天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领先 但特朗普在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 和密歇根州的调查中名列前茅 试图将特朗普 从2024年选票上除名的努力 引发了选举混乱的担忧 彭博社 已经提起了一系列诉讼 试图根据唐大德 特朗普 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努力 取消他再次竞选总统的资格 参与这些案件的律师和法官认为 最终将由美国最高法院解决 而法官们可能会被卷入 2024年初周选举官员 准备最终确定选票的选举纷争中 这些案件的核心 是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条 该条禁止某人 在宣誓支持宪法后参与叛乱 否则将被禁止担任公职 随着美国反对承担领导角色 联合国气候基金的争夺战即将爆发 金融时报 美国反对在全球基金中承担更大的角色 来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 这一分歧发生在阿布扎比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 在离开会议室后 美国谈谈代表返回 并对已经得到其他国家同意的最终文本 提出了意义 分歧集中在对基金贡献的性质上 美国坚持认为应该是自愿的 这些建议将在本月底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得到批准 阿拉巴马州在最新的美国LBM教练排名中保持不变 雅虎 最新的美国LBM教练排名并没有在排名前几名上发生太大变化 因为一些球队在与对手的比赛中遭遇了激烈的竞争 俄克拉和马是唯一一支在冷门中失败的前十名球队 宾州州立大学篮球队2023-24赛季值得关注的球员 雅虎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篮球队将在他们自2011年以来 首次参加NCAA锦标赛后开始他们的2023-24赛季 许多前一支球队的球员因毕业或转学而离开 所以新任主教练迈克 罗兹被赋予了从转会门户中引进新人才的任务 他选择了一群才华横溢的球员 包括艾斯 鲍德温 康耶 克拉里 尼克 科恩 小 库杜斯 瓦哈布 帕夫 约翰逊和扎克 希克斯 预计这些球员将带领球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打出名堂 日本UFC新兴平良龙朗将在于卡洛斯 艾尔南德斯的比赛中迎接下一个挑战 雅虎 日本营量级选手平良陈朗14-0 MMA 4-0 UFC将于12月9日在上海于卡洛斯 艾尔南德斯9-2 MMA 2-1 UFC进行三回合比赛 平良在UFC中进行了四场比赛 并在职业和业余生涯中保持不败 目前该赛事尚未宣布主赛事 詹姆斯 哈登将他在费城76人队的任期比座被束缚 据报道预计他将在周一首次亮相快船队 雅虎 詹姆斯 哈登将在周一对阵纽约尼克斯的比赛中 首次亮相洛杉矶快船队 与保罗 乔治 科怀 伦纳德 拉塞尔 威斯布鲁克和伊维查 组巴茨一起首发出场 据体育新闻的夏姆斯 查拉尼亚报道 在此之前 他在洛杉矶快船队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如广告所述 在从费城76人队交易过来的期待已久的三天后 这位前MVP在周五向媒体发表讲话 谈到了导致他提出交易要求的情况以及他对未来的希望 正如许多人猜测的那样 他对费城的领导层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 在必须分歧的地方分歧 阿尔巴尼斯谈及即将举行的与习近平的会谈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将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会谈中 追求一种耐心、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方式 以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阿尔巴尼斯于周六晚抵达上海 是澳大利亚首位访问中国的总理 距离上一次访问已有七年 近年来 两国关系一直紧张 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 进行全球调查后 情况更加恶化 而该病毒最早在武汉出现 然而 自阿尔巴尼亚的工党 去年上台以来 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已经被取消 美国国务卿突访约旦河西岸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因在加沙地带的未来发挥核心作用 布林肯在周日访问被占领的西岸期间 发表了这一评论 他在拉玛拉会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 马哈茂德·阿巴斯 布林肯正试图启动 关于加沙在哈马斯被完全摧毁后 如何治理的讨论 以色列表示 这是他们的目标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导致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空袭 造成近95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北卡篮球圆桌会议 哪场非联盟比赛将是最艰难的一场 雅虎 北卡罗莱纳大学塔尔希尔斯队 在2023-24赛季的非联盟篮球赛程 非常艰难 他们将深加巴哈马争霸赛 并面对向田纳西 康涅迪格 肯塔基和俄克拉和马等强大对手 塔尔希尔斯队的工作人员 对哪场比赛最艰难进行了预测 有些人选择了田纳西 肯塔基或康涅迪格作为最具挑战性的对手 总体而言 塔尔希尔斯队的非联盟赛程是全国最艰难的之一 爱荷华州州长金雷诺兹将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提斯竞选总统 据美联社消息人士透露 美联社 爱荷华州州长金雷诺兹计划支持罗恩德桑提斯竞选总统 这将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在2024年的竞选中提供帮助 因为他在共和党初选中努力展示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进展 雷诺兹在共和党内备受喜爱 并将打破长期以来的爱荷华州传统支持德桑提斯 知情人士在匿名条件下向美联社透露了这一消息 维诺兹预计将在德梅英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他支持 台湾如何赢得从胡佛研究所归还蒋介石日记的战斗 南华早报 台湾出版了前领导人蒋介石的日记 试图弥合那些将他视为独裁者和那些将他视为救世主的人之间的分歧 这些日记涵盖了蒋介石担任总统的第一任期 即1948年至1954年 为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见解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法律斗争后 台湾官方档案馆成功赢得了归还这些日记的权利 这些日记曾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了近20年 这些日记于2004年由蒋经国的儿媳带到加拿大 并借给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 在所有权的冲突声中 斯坦福大学于2013年提起了诉讼请求 以确定谁对这些文件拥有合法权利 台北地方法院最终于2020年6月裁定 蒋家在任期间的日记属于政府财产 蒋介石的日记提供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时期的独特见解 包括中日战争 大陆内战 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以及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地位之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看一些近期的新闻 首先 长沙毛泽东铜像被拆除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毛粉们集资树立毛主席的铜像 但却遭到了拆除 这引发了一场关于立项是否需要事先审批的争论 有人认为这是违法行为 也有人认为树立同项需要经过审批 不管怎样 这个事件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人们对毛泽东的情感和对历史的关注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政治局势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2024年的选举中 特朗普在关键的摇摆州中领先于拜登 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担忧 这对拜登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也显示出拜登在处理经济问题上面临着一些挑战 同时也未能获得民主党内的支持 这些调查结果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讨论和反思 此外 特朗普试图从2024年的选票上除名 引发了选举混乱的担忧 一系列的诉讼正在进行中 试图取消特朗普再次竞选总统的资格 这些案件可能最终由美国最高法院解决 法官们可能会被卷入州选举官员之间的争议 这些案件的核心是禁止某人参与叛乱的条款 该条款禁止其担任公职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气候基金的争夺战 美国反对在全球基金中承担更大的角色来应对气候变化 这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引发了分歧 美国认为基金的贡献应该是自愿的 而其他国家则持不同意见 这些建议将在本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得到批准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看到了对毛泽东的情感和对历史的关注 以及美国的政治动荡和国际气候合作的挑战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新闻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画像与洋具中心主义 李克强十年偶尔的试图挣扎 特朗普密谋报复 准备在他赢得任期后 惩罚批评者和对手 在白宫情报室内 新任议长明确了他对外国援助要求内幕 揭秘中国远洋于船队的致命世界 53%的人对特鲁多持有负面影响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画像与洋具中心主义 李克强十年偶尔的试图挣扎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上海万圣节游行中 出现很多LGBTQ的元素 有女子将自己装扮成洋具 最后被警察带走 有评论认为 这样的行为艺术 嘲讽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 洋具中心主义的现状 遍布中国街头的巨幅习近平画像 也是这种洋具符号的隐喻形式 2023年上海的万圣节游行 是2022年乌鲁木齐 中路白纸运动以后 上海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一报 发表文章 《政治隐喻与去中心化社会运动》 凭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 作者黄一成指出 当下中国的文化霸权 被官方严厉把持 强调一种疯狂的排外主义 民族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 实际上 民族主义与父权制是同构的 习近平就是中国父权制最核心的符号 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绝对的禁忌 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在上海万圣节游行中 我们看到很多LGBTQ的元素 如有女子将自己装扮成洋具 最后被警察带走 这样的行为艺术 嘲讽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 洋具中心主义 Philocentrism的现状 遍布中国街头的巨幅习近平画像 也是这种洋具符号的隐喻形式 对符号秩序的挑战 和对暴力机器的挑战是等价的 其他如成蝶一张国荣扮演的鱼姬形象 以及许多其他模糊性别界限的化妆表演 也可以看作对社会性别秩序的挑战 作者说 对于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社会运动 官方很难直接禁绝 因此采取收编的方法 对于一些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图像 如达到成蝶一采取了封禁 其他的图像则在一定程度上 允许他们在内网传播 这与中国官方严禁民众 在内网提及白纸运动形成反差 但只要民间有自组织的能力 就总会发出不和谐的杂音 进而与官方话语对峙 叫板 未来官方的话语 仍会继续与民间进行来回拉扯的攻防战 相比于现在已经筋疲力尽的香港社会 内地如上海的社会运动 仍然在芳心慰爱的阶段 还有很大的社会能量没有释放出来 可以预见到 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会 载入上海和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之中 未来年轻人在去中心化的实践中 也必然会自行发展出 更加多元化且有创意的抗争形式 疫情期间令人谈虎色变的防疫人员大白 出现在万圣节的惊悚游行中 似乎十分切合主题 这位大白手持一只巨大的棉签 让人能回想起清零期间里陪伴左右的核酸检测 对很多上海人来说 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留下了持久的伤痛 上海万圣节心态耐人寻味的变装 疫情期间令人谈虎色变的防疫人员大白 出现在万圣节的惊悚游行中 似乎十分切合主题 这位大白手持一只巨大的棉签 让人能回想起清零期间里陪伴左右的核酸检测 对很多上海人来说 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留下了持久的伤痛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 《从破壁者到隐形人》 逝者李克强和他担任总理的《中国十年》 作者卢洋、韩大狗和荒川回顾了李克强从2013年3月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到2023年10月去世这10年的政治经历 文章指出 在第一个总理任期之内 无论是什么原因 李克强经济学没能够充分展开 也失去了其在实践中检验长期效力的机会 尽管如此 李克强的经济路线 获得了长达三四年的贯彻空间 其中的许多尝试 也大幅度影响、定义 并依旧主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 在李第二个任期的末尾 《二十大》即将召开之时 反而在境外的媒体与言论平台出现了不少政治留言 称党内退休老干部对习近平的清零路线不满 有意让李克强接任一把手 即所谓习下礼上 文章认为 老干部们就算存在不满 他们的政治影响也早在2012到2017年这五年间 就已经被肃清 李克强通过胡锦涛和团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实在只存在于人们的意想之中 李克强在其第二个任期内 已不可能对政局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 即使对于他本职之内的经济工作 也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 他的想法相比于习而言更为现实和理性 但本身其实也并未有多少能力扭转颓势 更不用说是被捆住手脚之后了 文章指出 如今 在怀念生前 主政十年中很难说有出彩政绩 偶尔试图挣扎 又手脚日益无法伸展的李克强时 他生前所言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再成为线下和线上人们使用的一个符号 在憋屈与无奈的现实中 寄托着一丝渺茫而不失由衷的希望 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突然被驾走离场 临走时 轻拍李克强的肩膀 李克强则点头回应 李克强曾被认为是胡锦涛支持的共青团派接班人 然而2012年 习近平最终成为最高领导人 在二十大上 李克强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委员中央委员 习近平则确保了自己的第三任期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纪刊 第四期发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周宝松的文章 自由爱国主义 文章认为 未经充分反思 且得到合理正诚的爱国主义 不值得我们无条件服从 要满足这条原则 我们的社会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和思想自由 容许公民对爱国主义的各种主张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也要容许人们有是否爱国及如何爱国的选择空间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对这些主张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做出明智判断 文章说 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会特别重视四项价值 秩序 自由 平等和正义 也就是说 一个值得我们效忠的国家 必须以这四者作为他的宪法基础 这不是说 我们必须等到这些价值完全实现 才去认同这个国家 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 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追求和实现这些价值 我们也以这些价值去判断和约束国家的作为 如果既有的政体严重违反这些价值 我们就没有认同和效忠的义务 甚至有不服从以致反抗的理由 作者强调 在民主社会 爱国不是强制性的政治义务 人们对于应否爱国以及如何爱国 可以自由辩论 甚至可以对国家的重大政策 提出尖锐批评和质疑 例如发起各种反战运动 经过自由思考和严肃探究后 形成的政治信念 会令个体更加知道自己为何而爱 如何去爱 以及爱的界限和限度 事实上 一个健康的社会 并不需要公民有过度的爱国狂热 而只需要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过好自己的生活 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 肯塔基州州长选举 考验了民主党人 在特朗普的地盘上生存的能力 华盛顿邮报 对安迪 贝希尔 Andy Bashir 并用许多机会 与在肯塔基州 日益不受欢迎的民主党 划清界限 肯塔基州州长选举 将于周二达到高潮 这是对一位民主党现任州长 在一个支持特朗普 胜过拜登的州中 逆转政治趋势的考验 支持特朗普的比例 高达26个百分点 政治老手们表示 如果有人能做到 那就是贝希尔 他是另一位肯塔基州州州长的儿子 依靠强大的个人品牌 和对州内外经济问题的专注 他拥有很高的支持率 和巨大的资金优势 并且通过引人注目的广告 也利用了选民 对严格的堕胎禁令的反弹 这些禁令 在罗伊素维德 Royal Wade案之后出台 即使在深红色的美国 也给了民主党 一个有力的议题 在过去的20年里 肯塔基州州长选举 一直是某种程度上的风向标 其结果 通常与随后一年的总统选举 结果一致 但贝希尔也受益于 一系列不寻常的因素 限制了民主党复制 他的跨党派吸引力的能力 两党的成员都迅速指出 在肯塔基州 曾经民主党在选民注册方面 占据很大优势 几十年来 一直有贝希尔家族的成员参选 安迪的父亲史蒂夫 贝希尔斯蒂布希尔 于1979年首次当选州级官员 特朗普密谋报复 准备在他赢得任期后 惩罚批评评者和对手 华盛顿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盟友 已经开始制定具体计划 准备在他赢得第二个任期后 利用联邦政府 来惩罚批评评者和对手 前总统已经提名了 他想要调查或起诉的个人 并且他的助手们正在起草计划 可能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动用暴动法 来允许他动用军队 对付民众示威活动 特朗普在最近几个月里 私下告诉顾问和朋友 他希望司法部调查 曾经批评他执政期间的官员和盟友 包括他的前幕僚长约翰 凯利和前司法部长威廉 巴尔 以及他的前律师泰科布 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 米利 据与他交谈的人士透露 这些人士与其他人一样 要求匿名以描述私人对话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还谈到了 起诉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 特朗普公开表示 他将任命特别检察官 追究拜登总统及其家人的责任 前总统经常对他们提出腐败指控 但这些指控没有可用证据支持 为了方便特朗普指导司法部的行动 他的助手们一直在起草计划 已废除50年来 旨在保护刑事起诉 免受政治考虑的政策和做法 批评人士称 这样的想法是危险和违宪的 如果人们上任后 开始随意追究对手 那将类似于一个香蕉共和国 弗吉尼亚大学宪法法学教授 萨克里士纳Prakash说道 这绝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第二个任期的许多计划 已经非正式的外包 给了华盛顿的一些右翼智库组织 这个名为2025计划的团体 正在制定一个计划 包括起草行政命令 根据暴动法 在国内动用军队 据参与这些讨论和内部通信的人士透露 这项法律最后一次更新 是在1871年 授权总统在国内执法时动用军队 通信显示 该提案被确定为一个紧急优先事项 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 敦促他动用暴动法来平息2020年夏天 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动乱 但他从未这样做过 特朗普公开表示 对没有动用更多联邦武力感到后悔 并表示将来不会犹豫这样做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 章没有回答有关讨论中具体行动的问题 特朗普民事欺诈审判 美联社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计划在周一出庭作证 参加纽约一起民事欺诈审判 这是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莎 詹姆斯提起的一起案件的一部分 该案件的焦点是 特朗普及其公司特朗普集团 夸大其房地产价值 以获得更好的利率和融资交易的指控 特朗普在审判中的证词备受期待 此前他的长子埃里克和小唐纳德上周作证 预计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将在周三作证 自1986年以来 特朗普已在至少八期审判中作证 并在十几次证词和监管听证会中接受了宣誓问询 根据美联社对法庭记录和新闻报道的审查 特朗普作为证人展示了自我、魅力、防御、攻击、尖锐语言和转移话题的混合特点 他的法律证词显示出与他的政治形象相似之处 他在法律程序中的修辞风格与他的政治热情相呼应 这起纽约审判已进入第二个月 涉及阴谋、保险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 詹姆斯寻求2500万美元的罚款 并禁止被告在纽约从事商业活动 特朗普将此案和他的四起刑事案件描绘为政治迫害 旨在阻碍他2024年的总统竞选 他在之前的法律场合提到了他的政治地位 并声称他对自己财富的陈述一直都是夸大的 就像其他房地产开发商一样 特朗普几十年来的证词提供了一些线索 关于他将如何为自己的房地产帝国而战 雅虎、唐纳德 特朗普将在他的纽约民事欺诈审判中作证 他正在未挽救自己的房地产帝国而奋斗 这个案件可能会让他失去对特朗普大厦等房产的控制权 自1986年以来 特朗普已经在至少八起审判中作证 并在十几次证词和监管听证会上接受了宣誓问询 他在这个案件中的证词将在他的长子埃里克 特朗普、次子唐纳德 特朗普和长女伊万卡之后进行 他备受期待的证词是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迪莎 詹姆斯提起的一起诉讼的审判中作出的 乔、拜登、迈克、约翰逊关系内幕 问候、简报和对外援助的冲突 美联社 在白宫情报室内 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向拜登政府官员明确了他对外国援助的要求 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援助 必须与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援助分开 据了解10月26日简报会议的知情人士透露 约翰逊立即遭到了反对 日会的民主党议员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白宫预算主管沙兰达 扬向约翰逊明确表示反对分割援助 这些知情人士表示 甚至有些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不同一心一掌的立场 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表示 他在一定程度上在倾听 但他也在提出许多Mega共和党人的观点 而不是从一个将国会团结起来 引领我们向更好方向发展的角度 米克斯参加了白宫简报会议 丹尼尔离开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家 在一艘中国渔船上工作 他死在世界的另一端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渔船振发7号上的印尼船员 描述了他们在船上工作时 所遭受的恶劣条件和虐待 这些船员每月支付250美元 工作时间长 受到身体虐待 食物和医疗服务不足 一名船员丹尼尔 阿里托南 Daniel Ertonan 在船上因缺乏维生素B1 或角欺病而死亡 其他船员也患上了角欺病 但被拒绝接受治疗 直到他们威胁要罢工 振发7号由容成旺岛海洋水产 公司所有 是中国渔鱼船队的一部分 在南美洲沿海的国际水域作业 中国渔鱼船队被指控非法捕鱼 侵犯人权和环境破坏 该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 雇用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 他们容易受到剥削 这些渔船上的船员面临的条件被描述为现代奴隶制 共和党市长因跨性别行为曝光后自杀身亡 英国独立报 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市长和牧师 因用意网站1819news发布了他穿的女装和化妆的照片 而自杀身亡 FL Copeland被称为Baba是史密斯站的市长 也是费尼克斯城第一进行会教堂的牧师 该报道的标题是 史密斯站市长和进行会牧师FL Barbara Copeland的秘密生活 作为变性曲线女孩 这是我用来缓解压力的爱好 该网站公布了Copeland在Instagram和Reddit上的用户名 并报道他以各种服装出现 有些更加大胆 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 揭秘中国鱿鱼船的致命世界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的远洋鱼船队拥有大约6500艘船只 是世界上最大的鱼船队 由于全球兑海鲜的需求 这支船队迅速扩大 中国现在在这个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仅2021年就向加拿大供应了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海鲜 然而 这支船队一直受到人权侵犯和环境违规的困扰 中国由于船上的工人遭受着残酷的条件 包括长时间工作 狭小的居住空间 营养不良 身体暴力 核债务奴役 许多船员患有狡气病 这是一种由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疾病 在新鲜食物稀缺的远洋船上往往是致命的 而这种疾病在有适当饮食的情况下是可以预防的 中国在渔业领域的主导地位付出了高昂的人权和环境代价 中国是世界上违反防止未经授权捕鱼和限制渔业环境影响法律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 但中国船只上的人权侵犯问题仍然猖獗 无法无天的海洋项目 花了四年时间记录了中国远洋船只上的情况 发现了广泛的虐待和剥削 这些船只捕捞的海鲜往往进入全球供应链 使消费者很难知道他们购买的海鲜是否是在恶劣的劳工条件下捕捞的 中国的渔船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补贴 使其能够在高海上扩大影响力 并在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中国的渔业行为不仅破坏了全球粮食安全和侵蚀了国际法 还导致过度捕捞和鱼类资源枯竭 一个国家在海鲜行业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不稳定的权力失衡 并对海洋保护努力构成威胁 如何退休建议变成了长达十年的政治斗争 雅虎 拜登总统宣布了自己的计划 以改革退休咨询行业 重点关注受托责任和给予储蓄者的一次性建议 当他们考虑将退休资产转入个人退休账户IRA或年金时 然而 保险退休研究所IRA已经承诺要反对这项提议 声称它的结构方式使得建议和IRA咨询被否决 称这与2018年第五巡回法院的判决不符 拜登政府认为 冲突的退休建议可能会使美国人的潜在退休收益损失高达20% 行业倡导者声称更为严格的2016年规定减少了金融专业人员的供应 并使一些收入较低的储蓄者不得不自行解决问题 龙虾在中国菜单上备受关注 但阿尔巴内斯对北京的贸易协议提出保留意见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警告中国 如果想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就必须达到高标准 阿尔巴内斯在与中国领导人在上海会晤后发表了这番言论 他表示中国对参与开放贸易的承诺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 中国已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意愿 但必须首先结束单方面的贸易限制 西方在夺取俄罗斯储备时不能犹豫不决 金融时报 西方政府为了避免道义上明显的下一步行动而陷入了困境 没收俄罗斯的储备金并将其用于乌克兰的利益上 FT的马丁 桑德不警告道 西方政府并没有尽其所能克服法律障碍 正如他所说 这些障碍只是用作更自私的反对意见的替代性论据 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是担心没收俄罗斯的资产会导致其他非西方国家将自己的储备金从西方撤出 以防有一天他们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 然而 桑德不认为 没收俄罗斯的储备金的所谓成本是有限的 并且必须与经济收益相抵消 其中包括给乌克兰恢复和加入欧盟提供财政手段 贾斯汀 特鲁多对他的党来说是一个问题 即使他辞职 也可能无法挽救自由党 民意调查显示 多伦多星报 最近由ABCUS Data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为他的支持率持续下降 调查发现 53%的人对特鲁多持有负面印象 上次选举中 投票给自由党的选民中有77%表示他们对他感到厌倦 此外 90%持有对特鲁多负面看法的人 表示他缺乏明确的愿景 86%认为他是虚伪和作作的 56%认为他让加拿大陷入了目前的困境 调查还发现 34%目前不支持自由党的人表示 如果特鲁多下台 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该党 然而 调查还发现 52%的过去自由党选民表示 如果他们对保守党领导人皮埃尔·波利夫尔 成为总理的想法感到不舒服 他们可能会回到自由党 该调查在10月27日至11月1日期间进行 调查了2200名加拿大成年人 我们正在被更年期产业剥削 英国每日电讯 预计到2028年 美国的绝晶补充剂市场将达到227亿美元 到2030年 英国的市场规模将达到8.24亿美元 因为女性寻求绝经症状的替代治疗方法 虽然一些补充剂可能有益处 但英国绝经学会医学咨询委员会的全科医生和绝经专家朱利叶·巴尔福博士警告说 该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监管 几乎没有科学研究支持最受欢迎的整体替代疗法的有效性 如果与激素替代疗法HRT同时服用或含有与其他处方药或非处方药物相互作用的成分 一些补充剂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这个问题还被绝经洗脑所加剧 品牌将绝经一词附加到产品上并大幅提高价格 公众经常听从无资质的影响者的建议 全科医生和绝经专家路易斯·纽森博士建议 美和卫生素D补充剂对于改善睡眠、焦虑、骨骼强度和偏头痛有益 他还指出 国家卫生与护理卓越研究所的绝经指南显示 大豆翼黄铜和黑生麻可能有助于缓解潮热和倒汗 然而 他补充说 它们的效力不及身体产生的雌激素 并且不会产生同样显著的效果 纽森博士指出 尽管一些补充剂可能有助于改善症状 但激素替代疗法可以带来长期的健康益处 如降低心脏病、骨质疏松症、二型糖尿病、临床抑郁症、结肠癌和痴呆症的风险 巴尔福博士表示 女性需要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基于证据的建议 包括改变生活方式、认知行为疗法、局部磁激素和激素替代疗法 以帮助缓解症状和维护长期健康 英格兰糟糕的世界杯未免之旅提前结束 以下是回答的关键问题 英国独立报 英格兰的板球队在印度的国际板球理事会男子T20世界杯中经历了一系列糟糕的表现 迄今为止输掉了七场比赛中的六场 在他们能够回国之前 球队还有两场比赛要打 他们需要从积分榜的最后一名爬到第八名 才能够晋级2025年的冠军杯 球队很可能会在这次比赛的糟糕表现之后 看到仍然和教练团队的重大变动 布林肯在约旦河西岸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 加强中东外交努力 以应对加沙战争的升级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在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 阿巴斯的陪同下 前往约旦河西岸会晤 作为他在中东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 旨在缓解加沙地带的苦难 布林肯在未经宣布的访问中 抵达拉玛拉 期间发生了反对他访问 和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活动 会晤后没有公开评论 然而 美国国务院表示 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加沙的人道援助 和重启基本服务的承诺 并明确表示 巴勒斯坦人不得被强制迁移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 全球各地的新闻 让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 我们谈到了肯塔基州州长选举 这是对民主党在特朗普的地盘上 生存能力的一次考验 接着 我们讨论了特朗普及其盟友 在第二个任期中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以及乔·拜登·麦克·约翰逊的关系内幕 我们还谈到了特朗普即将出庭作证的民事欺诈审判 以及中国渔船上的虐待问题 此外 我们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面临的压力 以及关于绝经补充计市场和英格兰板球队的报道 最后 我们讨论了布林肯的中东外交努力 以应对加沙战争的升级 现在让我来给大家一些深入分析 首先 肯塔基州州长选举是一个有趣的案例 展示了民主党在特朗普的地盘上的挑战 贝希尔成功地利用个人品牌 和对州内外经济问题的专注 吸引了选民的支持 他还通过引人注目的广告 利用了选民对严格的堕胎禁令的反弹 这在深红色的美国也给了民主党一个有力的议题 尽管肯塔基州州长选举的结果 对于未来的总统选举结果有一定的预示作用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 贝希尔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限制 这使得民主党难以复制他的成功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选举都将对民主党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特朗普及其盟友可能在第二个任期中采取的报复行动 特朗普一直有意将司法部用于对付他的批评者和对手 甚至考虑起诉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 这种行为引发了很多争议 被认为是危险和违宪的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这种行为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保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 我们还讨论了中国渔船上的虐待问题 中国渔船队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指责 被指控非法捕鱼侵犯人权和环境破坏 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监管 雇佣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 他们容易受到剥削 这些虐待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应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确保渔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并保护工人的权益 最后 我们提到了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面临的压力 特鲁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 它面临着来自选民的不满和负面印象 尽管特鲁多的下台 可能会对自由党造成一定的冲击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 政党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切 特鲁多的下台 并不能解决自由党面临的问题 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和倡导 并重新赢得选民的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及我的观点 我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并加入我们的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必须往第三个议题 李克强的去世 到底是象征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个结束 不少人西方媒体这几天铺天盖地的报道 李克强的死亡 的去世那也认为说李克强去世之后呢 整个中国的逝去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国家教授你怎么样看待西方媒体这样的报道 那是不是李克强的去世 是不是象征中国改革开放 就此结束 你常常有一个叫二分法 就是把这个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现象 用二分法 好人坏人 改革派保守派 我觉得二分法呢 常常是不准确的 因为你把复杂的现象 用这个一切为二 就是两种类型 那么这个常常是 不是对客观现实一个准确的描述 而做了二分法之后 就把人归类 把政治人物呢 归类 这个认定他是某一个立场 他是另外一个立场 那么这二分法我认为不是很准确 那你说李克强是改革开放派 那习近平是保守派 或者是说李克强呢 是这个自由派 习近平是这个共产党体制派 我觉得这个东西用这二分法 不是非常精确的 那么我们只能说李克强呢 他在就任之初 对于当前中共的经济政策 他有些鲜明的看法 这鲜明的看法呢 后来是未必得到实现 或者是跟这个党中央 习近平的路线是略有差距 因此呢 他的这个很多的主张呢 并没有在他总体 总理任内实践出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 那么他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思想 那么首先他最 最 重要是强调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就针对国营国企 他已经上市的活力 所以他认为 民企更应该给他这个 这个支持 让他更好发展空间 而国企呢 应该只是执行他的一个政策性的任务 所以他这非常强调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提高竞争力 然后他认为政府应该公平对待 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为私营企业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呢 做出积极的一个 这个政策提供和环境的一个打造 那么特别是银行贷款方面 因为你讲你说鼓励民营企业 最重要是你银行贷款 要不要支持他 或者你银行贷款都支持国营企业 那民营企业没有 这个活水可以喝 没有血液来补充 所以民营企业活不下去 所以他是非常强调 要在银行贷款方面 那么国营企业跟民营企业 要能够公平对待 那么他另外一些主张呢 就是他反对用财政开支去刺激经济 例如这什么呢 大量的投资金件 基本建设呢 过去的效果很大 但是他的效果是越来越差 也就是他产生的一个乘数效果是减低的 所以他不认为应该继续的大量投资基建 那么另外呢 他认为政府的负债要控制 也就是要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是非常强调的一个主张 但现在中共的这个地方政府呢 杠杆非常大 所以呢 普遍的负债非常严重 到难以支撑的地步 那么最近中共中央弄了一万亿 就是主要是要解救地方政府的一个 这个债务高财的问题 另外他对于外资呢 他强调要按照市场规律而行 持开放的态度 不能有政策提债打压 另外他强调要非常务实 不能够造假 假大空他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有什么克强指数 就是按照铁路的货运量 耗电量 云航的贷款发量 来看你的经济上的一个表现 所以他这个思想观念呢 基本上是跟现在中共所执行的政策 是不大一样的 中共现在非常强调 这国际民退 那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虽然口头上非常强调要奖励 要支持 要给他这个更多的驱动力 但是现在对于这个银行贷款 他又没有落实到对民营企业大量的一个支持 那么对于外资企业又用各种什么什么 间谍法之类的造成寒蝉效应 造成了人家不敢投资 所以这个就是跟李克强所标榜所强调 政策是不大一样 那么当然习近平他推动这些 跟李克强推荐政策 很多是为了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问题 他必须去面对 必须去调节 必须去治理整顿 那么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用力过猛 我们讲用力过猛 一方面是看到 他这些政策产生不良效果 另一方面他现在有大量的松绑 你如果觉得现在松绑是对的 那么你那时候过度的限制 是不是就错误的呢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推演出 他对民营企业对外资企业 过去的限制措施是太多了 而这个跟李克强主张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今天中共的改革开放 当然大势所欺没有人敢违背 但是李克强所要求的幅度可能更大一点 而今天中共他应该在政策上面 更多的去采纳李克强政策 因为今天中共经济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内内外外各种并发症都一起出现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你要更多的开放 更多的改革 更多的向市场 向自由化 向外资 向民企来靠拢 那么这样中国经济的困境 才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盛明你怎么样看待李克强主政十年 中国的经济表现 当然很多人就要期待很高了 不过中国经济一个事实摆在眼前 就过去十年经济维缩一半了 你怎么看 过去十年毕竟这个经济的 是在习李仪两个人的领导下 在前期基本上还是李克强 后来习近平逐渐把那一经济的权利拿过去了 可能一个转折点是15年的股灾 那股灾当时处理的主要是李克强处理 不是习近平在处理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 他们讲的是叫习李新政 没有人提习王反腐 王是排在第六位的政治局常委中间 习李是当时中央政治的核心 就据我知道当时情况 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 他自己的家里面也是做过政治局常委的 在那个时候 我说到底现在中央政治是谁 毛泽东曾经不是讲过那个 就是周恩来讲过 就是黄吾李秋军委办事组到北京的时候 周第一件事他们交代 说你们到中央来了 要理解 懂得什么是中央政治 那这四个军人当然不懂了 就问总理什么叫中央政治 周就告诉他们说中央政治在今天就要搞好 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中央政治 当然这些人永远没搞好到最后进了秦城 他们高兴了就去告江青 然后就骂张春桥 以为毛泽东相信他们这几个警告上下来的老人 不会相信江青这种 38年扯到延安的 最后证明他们错了 那么后来我就把同样问题问了一个 我说今天中央政治的核心是谁 因为那个时候到十九大的时候 已经就是没有人再提习李新政了 提的都是习王如何如何 那个时候延然王就是二号人物 就中纪委的权力已经达到了 就连中组部要任命人 都必须要看中纪委的颜色 因为他那有没有这个人的材料 中纪委是聚集了所有人的黑材料红材料 但这朋友就告诉我 他说其实中国中央政治的核心还是习李 不是习王 因为习李是怎么回事呢 就王和另外比如说于吧 他们当时能不能进十八大 是并不确定的 那为了卡位呢 王甚至在十八大以前 在他能影响的控制的一个杂志上 就财新杂志 胡树立的那个 还登过一篇文章 这文章还算是封面头条了 就说前建设部部长 湖北省委书记 和公共情人李维的那么一段 公共情人李维大家知道 一半的越南裔的 跟很多高官有然 就已经到那个程度 所以当时的到底 余震生能不能进常委 王岐山能不能进常委 这十八大书并不明确 实际上核心就是习李两个人 当习李两个人呢 就中间掉了一个个 就本来如果按照 江泽民的安排的话 就不是按照那个胡锦涛的话呢 那没有习近平什么事 就是李克强 是下一任的接班人 他不是总理 他就是总书记 但是呢 在十七大的时候呢 中共进了一次呢 不记名的选举 这个选举的结果 实际上是由 曾庆红来设计的 由胡锦涛呢 亲自监票 按照党内 就是符合这个资格的 两百个人不到的 这么一个群体 但这两百个人的资格 就是六十三岁以下的 正部级的干部 大军区的一把手 就军区司令和政委 这么两百人 那我们知道 中央委员就两百零几个人 基本就中央委员这个级别的人 进行了一次选举 十七大的时候 这个选举呢 把李克强选到第二去了 把习呢 选成了总书记的位置 所以他们俩呢 有一个位置上的调换 那中间的其他故事呢 就不多讲了 这个选举实际上呢 他按照的是什么呢 是共产党从来没按照 这个方法选过 因为他这两百人 不是说我找一个 名单出来 就这么三五个人在上面 你们大家选 只能在这几个人逐间选 他不是的 他所有人都是候选人 所有人都是被选人 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 这个就非常像呢 是教皇的选举 因为中共在江泽民以后呢 是很多次去 到北欧 到其他国家去 调研 就是接班人的选举的方法 包括北欧的那社会 民主党的方法 其实有人就写了专门一个报告 他就调研了什么呢 就教皇的选举方法 教皇是他每一个教皇去世以后 教皇是不指定接班人的 那就在世界上所有的红衣主教中间 大家关起门来 大概一两个星期 也是每个人都是候选人 都是被选人 选出一个新的教皇来 那实际上呢 17大曾庆红手设计的那个 多少就根据这个路子呢 就选出了习近平 所以习就成了老大 李呢就成了老二 这就是中央政治 那他们两个人又一起到了上海 去跟余振生谈了 余振生进入常委 实际上是在他们两人已经定了以后 进入常委呢 他主要工作的就是协调 中央的一些人事关系 比如说 新的领导班子跟上海帮的关系 就跟上海江征的这些关系 因为江征的一直是在 胡温时期呢 有太上皇之嫌吧 就胡温对这个呢 可以说也是相当不满意 然后呢 他们再找到了王岐山 跟王岐山呢 在谈了 其实王岐山上来的 就是做那种脏活的吧 就反腐的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习李并不是说 一开始就矛盾的 就尽管呢 那次选举呢 把他们俩调了个个儿 但他们俩是在一起 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李呢 确实是做了 刚刚他陈先生也讲了 他做一些事呢 可以说是不错的 他最好的一件事 当然也是人们诟病最多的一件事 就他上来讲了 就全民创业 全民创业 当然你要有资金的支持 后来就搞出了P2P 最后呢 很多是失败的 尤其是P2P 引起了很多爆雷 但他毕竟做了一件 就在李上来 搞全民创业之前 中国的民营企业 只有1100万 在去年他离任的时候 今年离任的时候呢 中国的民营企业 有4400万 增长了400% 而这个解决了 非常多的人的就业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10个人以下的企业 盈利就在10%左右 10到10% 你人的摩托 你人的摩托 看不到 但他解决了就业问题 所以李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 一定要把他说正是 他的去世好像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束 好像他和习 是斗了10年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胡断的解释 他们俩在大多数情况下 应该是还站在一起的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斗的话呢 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 我们听到的很多谣言 叫习下李上 人心所向 就是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朋友吧 编出来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背景呢 实际上也就是在最后的一个时期 他们应该是斗了一次 斗什么呢 总理人选 总理到底是胡春华还是李强 本来按照中共的安排 没有胡春华做什么事 他肯定是政治局常委 肯定也是副总理 但是呢他不是总理 总理就是 习最喜欢的 也是跟他搭配最久的这个李强 把李强放到上海 那就跟以前吧 朱镕基啊 把江振明 包括习近平自己到上海是一样的 是一个结伴人之争 但是到去年3月份呢 上海疫情失控以后 就是团派的一些人吧 动了心思 觉得呢 可以把李强的请下去 输一个他们自己的接班人上来 那就是胡春华 那李在那个时候的活动非常频繁 到处走 所以给人一个印象呢 李好像是满 满血复活了 那汪洋呢 也大力协助 加上胡春华呢 自己呢 也不甘落后 也写了一个将近两万字的长文 登在人民日报上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但是就是 延然是个总理的市政纲理 那个时候传的谣言 就说下届总理就是胡春华了 如果说要有斗的话呢 就在这个总理人选上 习和李呢 是有过冲突 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就团派全部下去了 就如果没有这一斗 我相信呢 20大的人选中间会有团派的人 胡春华绝对是政治局 入常的 也一定会是个副总理 但是呢 后来没有了 只是在这一点上面 其他的那九年之间 他们的合作基本上 没有什么想的这么大的冲突 好像是就两条路线一样的 他的死亡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束 习就代表专制的力量 他就是代表改革开放的力量 这就是人们自己 给自己画的一个 一幅图画吧 金章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呢 习里之间是有些根本 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 和方略上是有根本分析的 在这上的 我觉得其实了解一些 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 关于国家方展 方展辩论人都知道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基本分析就在于说 1978年底 邓小平开始启动 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 实际上定了一个大的方向 就是向美国学习 加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 这是开放 改革呢 就是要建立 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就是党政分开 政经分开 政绩分开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那么尽量的就是 地让农民去种 企业让企业家去搞 就经济让企业家搞 科学让科学家去研究 然后呢 国家的官员将来要专业化 比如就搞行政学院 当时在党销之外 搞行政学院 那么开始让政府的干部 要受到比较系统的 这种公务员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基本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实际上在胡锦涛的后期 就开始扭转了 那时候就是党又开始要全面的进入 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 其实江泽民还是蛮崇美的 还是希望就是在维持 坚持着政治稳定的时候 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 就是在这个经济和社会的领域中 尽量给一些自由度 所以在胡温时期呢 在中 但是呢 胡锦涛搞这个党 这个还受了江泽民 这块的很多的撤肘 那这样就在胡温时期 造成了中国非常快速的发展 迅速从世界的第七第八 变成了世界第二位 这个而且呢 就是这个整个的 打造出了一批世界的 这种旗舰 你看到世界的各个领域 在前五前三十 都有中国的企业 那么在 但是这个格局到习上来之后呢 他要结束 习结束这个 其实我在多数场合讲过 他就有道理的 那些盛平说 那不能说共产党不反腐你骂 那习反腐你又骂的 不是的 就说我比共产党更早要反腐 讲要反腐 但共产党名义上讲反腐 那从一开始就讲 但是呢 就是我讲这个呢 我是说反腐呢 但不能去搞专制独裁的方式反腐 那么一和理在这个问题 就一开始在几关上 还有根本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呢 就是说 中国的发展 究竟是靠 做这行的人去发展呢 还是靠国家 有个统头规划 就顶层设计来发展 这点理的他就非常清楚 刚才国祥先生 列的一系列的措施 都是立足于这个基本出发点 就是国家的作用尽量小 国家提供服务的 叫放管服 是做这个原话 就 让把权力下放 管就是只管秩序 管规则 那么服务呢 就是政府在 实际的工作 做好服务性的工作 放管服 这是国家定位 那个习不一样 习说呢 中国产业要升级 他倒不在乎民企和国企啊 这个我得说一句 比如像宁德时代 我就多次讲过 服药啊 还有像这个华为啊 那也许多也是民企 当然人说这被迫是官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习就是想说呢 中国产业要升级 也要提高质量 所以要按照打造这种 就是高大学要 这是发展心理念 在这个情况下 他对民企和老百姓 没有感情 所以当时 一大批的中国 你和他去到浙江 搞考察之后 他就做了一些扭转 到温州区域 他做了一些扭转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对民企重况比较大 所以李其实在这方面 跟他进行了很多的 包括比如说要 你说要搞烟火器的 这种地摊经济 然后现在李翔气 这种多吗 我再觉得倒是 再回到李克强这块 他又说要搞街边经济 对吧 那个蔡奇就 当时就反对了 这个蔡奇就溜曲拍马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是 那个这个家伙 就将来习的一半 是要叫他给搞砸的 那但是呢 习还有一个 就是习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 这个理念不接地气 不接不通人性吧 他还提出要用 专制独裁的方式 来解决邓小平时期的问题 就我是觉得很多人说 邓小平回到邓小平 中国就怎么样 我是觉得邓小平路走到头了 这点我呢 同意这个盛平先生 原来这些分析 虽然我们俩的分析角度不一样 但是问题怎么解决 邓小平之路后面什么 美国的八分运动之后 就是开始建立法治 结束什么政党分肥 对吧 就是开始搞了一系列 这种改革之后 那么最后美国走上了 今天就党政 政府和经济啊 等等各方就开始 比较有效 还有包括对大企业 进行了制约 对权贵家族 进行了很多制约 那么这是通过新闻自由 通过司法独立实现的 但是呢 习想搞的是专制 那么李克强 当时在这方面怎么想呢 其实李克强走的时候 我最难受的一点 还不像老百姓 说老大欺负老二 老大欺负老二 你活该 谁叫你愿意当那个老二 谁愿意进那个家的呢 问题就是说 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这批北大这批 当在学校中 我们争论很多问题 这个你要看 那个时候我们争论 就是问题就是在说 我们如果推动中国变革 在自由民主法治 宪政这边 我没有分歧 中国将来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通过什么途径 什么定位来实现这点上呢 我和当时我胡平 还有张维里克强 我们是有分歧的 那他们说呢 因为那时候共产党 还没搞经济改革 所有资源都在共产党 说应该在共产党里 才能做事 那我们就觉得 在共产党里做事 其实虽然你现在看 能做很多 先说我们目标都是相同的 只是说想有不同定位 但是呢 你就是在共产党 你很多话是不能说 是需要一些人 用比较彻底的 比较干净的 比较纯健 纯分的面目出现 那我们就选择这条路 我觉得后来呢 到了八九年开枪的时候 张维就不准备走这条 就开车到了 从天津到北京 向中央提抗议戏就辞职了 李克强呢 又还是继续选择走这条路 那走这条路最后呢 结果今天我就 后来我就说呢 他最后死的是人不人鬼 你说他是鬼吧 他确实有一颗人的心 他想尽量做 我们都能从他艰苦做事上 来可以看出来 那么你说他是人吧 他却你在 比如辽宁上迫害法轮功啊 他在追查国际 他在冲击的这个东西 共产党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辽宁的那个河南那个雪 河南雪岸当时李长春的问题 问题是呢 最后你不免 就是你在那个体制里 要往上走 所以昨天我们很感叹 昨天走个曲线救国 就这歪儿没走回来 就跟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下始 如果周公恐惧流言日 周公中空死了 那周公就是个坏人 一个篡位的坏人 但现在呢 李克强就属于这样 就是他属于是算是 走了一半 他还没有到这个位置 他可能永远到不了 因为习在那个帐篷之后的话 那么所以李克强 我觉得最大悲剧的 他选择了用共产党 想在这个共产党里 在里头就是隐忍啊 就乡忍为党什么 最后能得到一些机会 和能为共产党 能做一些事 但实际上他做了很多妥协 很多人在现在骂他 骂点都对 比如对习啊 那我还有 比如我们再说致意 致意中间呢 李克强和习近平掰了几次腕子 这个掰腕子 比如像后来这个习近平当时掩盖疫情啊 讲这个就是武汉数字瞒报 李克强确实当时国务院下去 还查了几个副区级的干部 就说而且李克强在任何这强调 主要的灾难一定要如此去报 并且呢 那这个在你包括在重庆在这个那我们说郑州大水吧 对吧 和两院院士调来查了半年就把那个河南把郑州市委书记给干掉 那也是将至江青青大降 那楼阳升 习近平还真的保下来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 李克强和习近平都是有冲突的 就是有人那些说李克强旁边人谁被抓了 说是李克强亲戚 我说我告诉你李克强没有亲戚 这个人就说北大那么多的人 他都认识跟他共过世 也都很有能力 也在位置上 他不提拔 他就是在那用 就是当时党他碰到谁 他就用谁 就这么一个人 所以那么最后呢 我后来我就因为他这方面干净 所以他可以跟西平斗 那么巴里亚这个关系啊 就是我讲说私交上啊 就李克强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做人比较 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人 就说他大概跟这个习近平啊 包括跟彭丽媛 彭丽媛可能和女人可能更性情一些 可能有感情 但是李克强和习近平都非常清楚 关于国家基本方面就在于 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起什么作用 怎么发挥 怎么定位 怎么发挥作用 他俩根本分析 80年代的改革开放 是向着自由化方向走 即使邓小平89年开了枪 在92年南巡角 还是向着更彻底的市场化 在方向走 而习近平不是要扭转这个方向 这就但是这个改革已死啊 这个东西不是在习近平上来的时候 在胡锦涛后期就开始了 所以改革已死的 当时中国宪政学者先说出来 在这之前的时候 共产党里的自由派 民主派改革派可以说话的 到胡锦涛后期 就已经没有说话的空间了 那么到习近平上来 不但是这个共产党里没有空间 社会也没有这种空间了 所以这是他俩一个最大的 我觉得但是我还要说 不是习近平杀了改革 是共产党的这个制度演变到一定程度 一定要杀改革 这是最后呢 我觉得共产党这个制度最坏就在于 他毁了一代 其实甚至我们都是那一代人过来的 毁了一代当年八十年代 崩华政报 希望中国能够全面的进步的这批人 选择了共产党 多数人因为共产党后来要做 就跟着就腐坏了 就变坏就被就捞钱那刀权那就变坏了 少数还有些良知的人呢 最后还成了这个 在这个制度中将来也会被人民不理解 还好我觉得李克强还挺幸运 最后人民好像还在当这个一些精英 自由主义精英批判他之后 人民还是给他的很大的同情和理解 但是我想将来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机会 人民都不会理解他 小明知青在线上吗 在线上 我想这两三年疫情末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李克强确实结束了一个改革开放 时代是李克强曾经在深圳讲过一句话 就是黄河长江的这个不会倒流 改革必行 你怎么看 刚才呢 我听了几个人的这几辈的讲 第一个就是说李克强这个人 他本身并没有这么强的这种时代的代表性 李克强在这个这个时代过程中 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他呢 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作为 也他刚才君涛提过一个 就是说这个改革实际上在 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死 当然习近平的这种大的逆转的趋势 这个已经远远走的已经超过胡锦涛了 可以说在共产党的这几个领袖 这党会当中 习近平走的要远远比他们都得更远 习近平已经完全走回到毛泽东那个文革那个时代 这不是一般的停止改革开放 而是大幅度的倒退 复辟 所以这个更严重 至于在这个改革过程中 刚才冯正平提到 就说好像李克强一直都在发挥作用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的这种直观的感受 对这个这段历史 对十年的历史的感受相距甚远 李克强可以说在上台后很快就被边缘化 这个不是说从最后这一年多才被边缘化 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感受 这个中共高层这些政策的制定上 我们也感受到 习近平已经完全主导了这种政策的制定 而且越来越向文革方向走下去 这个可能说不是我个人的感受 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感受 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可以说在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 就已经非常疯狂了 习近平那些几个狗腿子 对习近平的这种个人崇拜的吹捧 鼓噪 完全是在十九大之前搞起来 那个时候可以说 李克强就已经黯然无光了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否则的话 作为中共二号人物 怎么能够接受习近平这种公然的违背党章 搞这种个人崇拜呢 这简直荒唐 习近平有什么资格搞个人崇拜呢 李克强完全可以斥责他 完全可以斥责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在习近平修改党章修改宪法上 李克强可以说是 基本上是逆来顺受 毫无作为 所以说 李克强认为李克强到最后 还准备把胡春华搞上去 我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李克强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习近平到了吉林 李克强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 李克强做了几件事情 其中一个大事就是 向邓小平的铜像去献花 这就表明了他的这种 自己的这种政治上的最后 给自己的一个最后定位 表示他要还 就是自己是希望 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但是他那会儿 实际上是一种晚哥 给自己做了最后的哀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以 当时我就谈过这个话题 李克强已经 给自己做了最后的晚哥 做最后的结论 他没有机会了 他这是一个最后的政治表态 李克强已经 就是二十大 已经注定李克强下台 没戏了 而后的话 这个时候 应该说 什么所谓西夏礼上这种传言 应该说是档次很低 很不住流的一种 这种搞说法 到那个时候 李克强就 在北台河会议之后 李克强第一件事情亮相 就是去了这么个亮相 就已经告诉外界 他已经准备下台了 所以那个时候 李克强就完完全全 已经被边缘化了 我很难相信 李克强还会幻想着 把胡春华服上去 这简直开玩笑 李克强自 尼布萨过河自身难保 他怎么可能 他有实力去把 搞一个 总理人选 根本就完完全全 让人没法想象的事情 而且 那个时候 习近平的那几个亲信 早已经拿 李克强根本不当一回事 那个时候 大家都能感觉到 李克强已经大势已去了 完完全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所以 这个时候 说李克强的时代 我觉得是太夸大 李克强从来没代表过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边 李克强一开始就是微不足道 根本就毫无影响力 可以说 从十九大之前 习近平就已经 按照李展书说法定于一尊了 完完全全可以说是 口出法随 甚至是口含天线 李克强已经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什么 丫鬟拿钥匙 当家不做主 完全不做主 只不过还是 习近平还维持了 李克强的那个面子 让他还做了第二任的国务院总理 其实第二任国务院总理 就已经纯纯翠翠是个摆设 在国务院上 比方说 刘鹤这些人 都已经 完完全超过 在这个很多事情上 大伙都能感觉到 比方说开什么会 念平单 李克强站起来了 结果还没做好一个想鞠个躬 表示一下他的存在的 结果马上刘鹤就念到下一个名字去了 根本就没有拿他当一回事 所以在这个事情很多这种细节上 当然外界可以感到很多 所以对李克强外界的这个 特别是很多国际媒体对李克强的这种评价 完全是言过其实的 李克强可以说 在这个时代里 这个绝对不值一提的人物 谢谢 何秉 我补充一句 就是 就刚刚因为小明讲的 那个完全不可想不可想象 那么 我们就来想象一下 就去年这个时候的 习下礼上这个运动 那个运动确实不是空气来风 就我这次回国呢 我也跟 各种人交流过那个事 当时的情况呢 实际上就是 围绕这个接班人之争 所谓我们刚刚讲的中央政治 什么是江青同志林彪和 主席的关系 那实际上还是个抽象的谈法 就从去年那件事 至少对我的一个启示是什么的 什么叫中央政治 中央政治就是接班人政治 最大的冲突一定在发生在接班人问题上 就大家不妨回想一下毛泽东 49年以后的到76年的折腾 最大的折腾在哪 全在接班人问题上 刘少奇 林彪 包括王滬文中间还想过邓小平 我们再看一下邓上来之后 他这20年 他的折腾在哪 还是在接班人上 87年胡耀邦的折腾 89年赵紫阳的折腾 92年差一点就废了江泽民 所以说习的任上的恐怕最大的一场党内的争执还是接班人 当然这个接班人是个总理的接班人 我去年记得就在我们这个论坛上 7月15号那一天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谈到这个问题 当时就说到底是李强还是胡春华做总理 谈到这个问题 当时我记得有邓友尔 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说如果习一意孤行的话 那就是李强还是总理 那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还记得 觉得李强不要说总理了 政治局都进不去了 上海城市这么大的祸 但我当时想说如果是一意孤行的话 后来我受了一个 我一个同学的叫李成的影响 他说又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他说胡春华是总理 那我说我就相信他的话 不是说李成有什么分析能力 他是做中国烟草研究的 他分析能力并不是太强 但是我相信他有渠道 因为他每次回去 他能见到像刘鹤王岐山甚至习近平这些人 那当时中央政治的折射出来 可能就有些人给他讲了 胡春华会是总理了 就是可能是李克强内派的人吧 就是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 如果再往下浓缩一点 我再强调一遍就是接班人政治 那也有一个国内的一个 一个政治评论家 大家都很熟悉的叫谢炎的 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今天跟我争论过 他说他不可能吧 他团派没有那个力量 那我的回答什么呢 我说当然没有 所以才全军覆没 就没有力量不等于不增 那后来谢炎先生的也 基本统一了 他确实是这样 他说当时 毛泽东人民公社吵了祸 彭德怀叫卢山洋动了心思 这个心思呢 当然也不是说要夺毛的权 最多也就是呢 把毛的那个备胎 对刘少奇有所攻击 这就是中央政治的一个 更确切的一个说法 就是接班人政治 有没有力量不重要 有没有机会很重要 聊完了你会讲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